今天拿到的一窩 臭巨山椅 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台灣椅孤 我是奈普敦 今天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我終於要拿到一個 算是還蠻大窩的 臭巨山椅 之後也會拍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就會有點像是Vlog的形式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出況 Let's go 那我今天也準備了一個禮物 要跟一個朋友交換 席蘭西奧嘉儀 他培養席蘭西奧嘉儀 算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今天會跟兩個朋友見面 然後跟他們聊聊天啊 看他們坐椅草的樣子 還有他們養螞蟻的一些心得 OK 我們現在就出發 Let's go 我看好像已經講過了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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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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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的螞蟻的朋友家裡面有冷氣 都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他家裡養的那些螞蟻 今天當然最期待的是 臭巨山蟻跟西蘭西藥嘉義 哇 兩種我都沒有養到很大的群過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給我的臭巨山蟻跟西蘭西藥嘉義長什麼樣子吧 經過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到蟻友的家了 一進入他的房間 映入眼簾的就是這一撥養得超好的臭巨山蟻啦 為什麼說這撥臭巨山蟻養得非常好呢 因為這一撥是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單一隻蟻后 新後培育到今年居然就有200多隻公蟻了 我自從養螞蟻之後每一年都有培育臭巨山蟻 經常培育一年大概才到20幾隻公蟻 去年養得比較好的到現在也才60幾隻公蟻喔 這一撥200多隻耶 真的是超厲害的 看完這撥螞蟻之後 我們就先來把一些衛食區做起來 我自己還沒有親眼看過別人製作蟻巢 壓克力磚孔的樣子 今天看到他這個鋪衛食區的這些工具啊 哇就覺得這個製作蟻巢還算是蠻麻煩的 那看到他用這樣磚孔的方式也行 我還蠻意外的 我之後也會來研究看看要怎麼樣製作蟻巢 是比較方便的方式 也可以跟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啦 一個不注意他就鋪了好幾個衛食區了 速度真的超級快 接下來要來鋪我的衛食區啦 他還很貼心的提醒我要記得拍攝影片 不然我都目不轉睛的看著他熟練的製作過程 完全忘記了要拍攝這件事情 他把石膏倒入衛食區之前 把衛食區連接椅草那個地方留了一個孔 接著看他俐落的把石膏倒進壓克力裡 倒好之後左右搖晃讓石膏變得更均勻 也把石膏裡面的氣泡搖出來 搖出來之後把我剛剛選定的石頭擺進去 當作擺飾 我喜歡這種比較簡單俐落的衛食區 因為螞蟻會把他們的日常垃圾丟到衛食區裡 用簡單一點的擺石之後會比較好清理一點 看好要擺哪個方向之後就擺進去啦 石頭擺好再撒一點我剛剛選定的白色沙子增添一點真實感 鋪好之後就長這個樣子啦 是嗎 終於回到家了 哇 今天拿回來的感覺很厲害耶 那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裡面有什麼吧 終於回到家了 那我就直接拿出我剛剛拿回來的那兩樣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到底獲得了什麼吧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 哇好重 都快要把我整個人擋住了 好那我們就先來猜這個 這個是我跟一個前輩拿的 他非常會培養西蘭西咬甲乙 所以這個裡面他培養的非常好 來看一下喔 我今天還沒有仔細看過 所以其實還蠻興奮的 他給了我兩管所以要拿的非常小心 其中一管的這個食物非常多 然後裡面已經有非常多是工藝了 卵跟幼蟲 還有羅勇 也蠻多的耶 這個整個狀態是很好的 我等一下會把次管整理一下 另外一管是今年的新厚 已經有亂了 等一下也會拍一下特寫給大家看 西蘭西腰甲乙 哇這個腰真的很細耶 好那現在就來開另外一個 這個的話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先放到地上 然後等一下拿上來給大家看 今天拿到的一窩 臭巨山椅 哇聽說這是2018年 也就是去年的新厚 新厚培育成這樣真的是非常猛耶 非常厲害 等一下也拍個局部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工藝非常多耶 感覺已經破200多隻工藝了 然後裡面的卵、幼、鹼、鹼也都非常多 卵跟幼蟲還有鹼都非常多 那這個是台灣的特有種 臭巨山椅 之後也會非常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這一種螞蟻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那這上面餵食去的地方 我也會在整理之後 然後會幫它換到另外一個新的槽 那就給大家順便看一下 我今天獲得的一個新的椅槽囉 這個椅槽它比較特別一點 就跟我上次開箱那個AntBox 是同一家做的 然後它是可以堆疊的椅槽 欸!長這樣 讓大家看得清楚嗎? 下面有兩層椅槽 然後上面是一個衛食區 衛食區是今天鋪的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過程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實用 好這樣就對了 那整個疊起來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後面呢 也有做一個通風的 加水孔 加水孔跟透氣孔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應該還算蠻好用的 那這個椅槽的大小 這個椅槽的大小 就是原本椅槽的兩倍嘛 所以它可以容納的空間又更大一點 希望臭巨山椅住進去之後會非常舒服啦 今天做成這個椅槽還算是蠻漂亮的 然後衛食區整個鋪起來之後 也是很有實感 合上去之後非常漂亮 剛把那個上面的一個孔把它拆掉之後 整個合上去之後 它們就可以住進去啦 希望他們住這個椅槽會非常的舒服 臭巨山椅也是比較難養的螞蟻 那它已經把2018年的以後養成這樣 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所以之後也會持續更新 應該說會先拍一部 臭巨山椅的專門影片 後面再持續更新它的近況給大家看喔 OK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那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兩種螞蟻的特寫畫面吧 那我們現在請看VCR 我們看一下 那麼多的陰瑞 然後再加一遍 我們說一遍 然後再加一遍 那個廟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奈普盾 我们下回见 拜拜